设计 包装 上架 贩售 每一个面包都是他多年累积的心血 老板是他 王兆峰 台北和基隆各有家店 坚持用健康食材 没有添加剂 创新研发是他的经营准则 它也结合一样基隆的海藻 还有埔里的玫瑰 还有包种茶 然后还有桂花 所以这款蛋糕现在我们目前 就是宅配生意是最好的 疫情冲击 基隆创始店也在这波疫情中受到影响 店门开放式的设计 让人和面包店没有距离感 但不说您不知道 王兆峰的创业之路走得辛苦 还好政府提供圆梦贷款 让利息由政府补贴 这一波疫情 因为这一年其实 去年跟今年都遇到两波疫情 其实对我们这些商家 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也很感谢市政府 让我们这一个圆梦计划 它的利息可以让我们再延长一年 让我们让这一波疫情 可以让我们舒缓一些 我们这些商家 然后店家 然后我们创业其实真的很辛苦 利用50万贷款来装修店面 融入基隆在地的特色 坚持健康面包 渐渐擦亮自己品牌 因为中山桥是基隆一个大的地标 那我希望大家来买面包之外 尤其是外来客还是以后游轮观光客可以知道 我们有一个纪念性的中山桥 在我们店里 所以我们店里 因为这个圆梦计划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开放式的样子 市政府过去针对20到45岁的青年 还要来基隆创业 那我们有推出了青年创业的贷款 那这个也是有做利息补贴 那因应疫情的关系 许多青年的新创业 那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市政府这边主动把利息的延展 从24个月延长到36个月 让青年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的事业 度过这关疫情 疫情期间 除了利息补贴延长之外 政府也提供了100万元创业融资 和5年一起补贴 同时针对中小企业防疫喘息贷款 金额是1亿元 市政府这边有与银行合作 我们有推出1亿元额度的中小企业 纾困喘息贷款 那如果说企业的经营上面 遇到疫情的冲击 那需要资金的周转 都可以来市政府这边来申请 那公司行号最高的贷款额度 可以到500万元 一般的行号可以到100万元 那这个申请相当的简便 利息也是比外面的银行来的低廉 那如果说企业有需要的话 欢迎随时跟金融市政府 产业发展处来联络 从金融创业斩电到台北 青年创业真的不容易 有政府帮忙加持 让王兆峰步步为营 享受封锁成果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